大家好,我是你们,我是喵哥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开比亚迪秦普拉DMI 开了10天时间 算是一个很深度的试驾了 所以我这次给大家聊聊聊什么呢 聊它的缺点 因为这款车其实上市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了 销量也这么大 优点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今天不说,我想找找查 我这段时间开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让我觉得可以改进的一些地方 首先特别需要聊的就是它的底盘 这个底盘是让我有点难受的一些地方 底盘其实很硬 它调教是属于偏硬偏运动的一个风格 但是它车它也是个定位的一个十一万级别的家教 就是你把一个家教调的这么硬 到底是为什么呢 虽然说底盘结构不算太先进 而且后面属于扭力联的结构 但是调教的这个风格其实是可以改的 对不对 后来我也去找了一个答案 由于这款车它的整个车的车重其实是比较重的 因为它加了这个动力电池 所以为了照顾它的车重 尤其是为了照顾它的过弯的时候 不至于说换动太大 或者说这个倾斜脚太大 所以它底盘就必须做的这个先对比较硬 这样的话牺牲一部分舒适性 但是换来一部分对于整个车子车重的一些承载操控 第二个呢 由于它的底部加了这个动力电池 所以导致整个车的底盘压的就比较低 所以它这个车子的通过性是会受影响的 而且最关键是动力电池 它是在车子的最低处 容易造成车底的动力电池的刮蹭 而且车底的动力电池刮蹭之后 它是不在自保范围的 这个时候要么保险逃 要么自己逃 这个压力就会比较大 所以这一点呢 我认为也是一个在后续用车当中 可能会带来的不愉快的地方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买了这款车 或者说你考虑买这款车的话 那么一定要考虑到你这个实际的用车环境 这款车呢 不要去跑什么烂路 第三个呢 个人比较在乎的 就是像这款车的 类似的用料的环保性方面 我这段时间深度 睡在这款车 再加上这段时间呢 长沙气温开始混暖了 中午到了最高温的时候 都到了30度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它车内其实这个异味 还是控制的不太好 尤其是像我有鼻炎 我上去之后我就会觉得难受 我上去第一件事情就是 必须马上开窗 换气 而且换气的时间还有一点长 之所以造成这个原因呢 可能也是由于受限于成本 所以它的这个所谓的材料的使用上 不可能使用像其他的成本 更高的车子那么好的材料 第四个呢 就是整个这套中控的设计 其实是有一些槽点的啊 比如说今天常常太阳很好 我在这个阳光下开车的时候 我就明显能够感觉到 整个中控上面 会有一些比较强光的一些反观点 反射进来 然后会干扰我的驾驶 而且呢 方向盘后面那个小屏幕 刚开始上车的时候 我是真不习惯啊 可能是我这个本身视力不太好 然后我那个小屏幕 我开车的时候 我老觉得看不清 直到我开了三天我才习惯 我都觉得这个勉强能够看清 那个屏幕呢 太小了 而且小就罢了 嵌到这个整个中控台里面去了 虽然看上去这种整体性很好 但是实用性却真的有待于删去 尤其是小屏幕上面 它是覆盖了这种塑料 或者亚克力之类的这种材质 这种材质呢 特别容易粘灰 但凡光线强一点 就可以看到 整个这一条全是灰 基本上每天都要擦 屏幕这块 我是每天都擦 屏幕旁边呢 我就基本上三天擦一次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对比 屏幕这块是先对干净一点 但是屏幕旁边全是灰 而且那屏幕那个地方 你每天都擦的话 一段时间之后 屏幕那个地方就全部刮花了 它那个角度倾斜 如果有阳光照下来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划痕 这个对于强迫症来说 我真的感觉它是像壁死强迫症啊 配的手机无线充电呢 也有一个让我很不爽的地方 尤其是气温一高之后 它那个手机无线充电 正好在那个坑里面 特别容易发热 导致呢 这个有些手机 我感觉甚至都会死机 空调吹灵风 它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最后呢 我在聊一下驾驶的过程当中 我比较在意的就是 这个车的刹车的线性不太好 在初段的时候 你踩下去之后 没那么灵敏 当然到了这个末段的时候呢 踩下去 感觉虽然灵敏 但是又感觉有点 不是那么很刹得住 你要想刹得住的话 你必须踩得很狠 所以这个坐在里面的感觉 就会很差 就会很冲 所以呢 整个这个刹车 它的线性调去的 真的不算太好啊 为什么会出这种感觉呢 因为这款车的动力 其实蛮强的 百公里加速 就是7秒多 我自己的形容的就是 它有一颗年轻的心脏 但是呢 底盘它又不足 所以它这个底盘 它的这个底蕴 它的这个阅历 它hold不住 这颗这么有力量的心脏 所以就导致 这一系列的反差出现了 当你油门踩下去的时候 你感觉 你开上来赛车 但是当你踩刹车 打翻车的时候 你感觉 它又是一台这个家用车 这个时候呢 就会在赛车和家用车之间 出现频繁的 这种纠结的情况 中国来说呢 它的这个优点 远远大于它的这个缺点啊 这些缺点呢 如果你在意它就是缺点 如果你不在意它 它也可以不是缺点 我在意它 我认为它的缺点 所以我给大家提出来 提出来的目的呢 是告诉大家 你可能对它的预期过高 就像我一样 我每次踩油门的时候 我就认为 它让我找到了开赛车的感觉 但是当我在用其他部分的时候 就把我拉回了这个现实 让我知道 它就是一台十几万的 普通家用车 所以它把家用车 改了一颗强大的心脏之后 那你一会虚幻 一会又现实 这个过程真的很难受啊 以上就是我自己 深度试驾了10天 BIG 琴 PLUS DMI之后 我觉得我想吐槽的一些地方 这些槽点呢 希望在下代的时候 真的能够有所改进 这样的话 这台车在十几万级别 它就会更完美了